好来看到去年918地震造成玉璃震的193线到整条路硬体设备部分的损坏 像是松浦国小前面的闪黄灯装置 导致学生上下学出入有安全上的疑虑 华丽县议会的县议员林玉芬以及县政府相关局处前往会刊 期盼能够重新来设置让小朋友上下学能够安心 去年918地震造成玉璃震193线到整条路的硬体设备损坏 像是松浦国小前闪黄灯装置 导致学生上下学出入有安全上的疑虑 华丽县议员林玉芬以及县政府相关局处前往会刊 期盼能够重新设置让小朋友能够安心上学 目前我们的交通课带回去研议之后 我们到时候经费概算之后 我们再决定监视器赏黄灯怎么来配置 怎么来装设到时候我们会最终的结论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一次装设完成 另外在下等五部落提案要求设置测速器 不过前段的瑞穗香泛州航运站设有一只 以及泰陵路段也有一只测速器 依设置法规定在6公里内已有就不能设置 所以考虑改设置闪黄灯或者是路面画设黄色网状线 设黄色网状线 还有再加设一个慢的字样 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是有部落 然后有路口要请他们慢行 居民表示 其实193线道路辖长驾驶容易高速行驶 但是沿路都是部落也有很多长者小朋友以及小狗小猫经过 希望民众驾驶这条道路时能够慢行行驶 记者高松双预阵采访报道